连准会猛烈升息海啸 横扫美国金融市场 华尔街担心想压通膨 可能真的必须拿出经济衰退 作为牺牲 美股四大指数十六号一蹶不振 道琼重衰超过七百四十点 也是二零二一年一月以来 首度跌破三万点大关 科技股纳斯达克也惨衰超过百分之四 股市熊来了 恐惧四起 看空市场的伤浪暴涨 科技股经历前一天短命的反弹之后 亚马逊苹果还有串流 一哥Netflix等科技巨头 都下跌超过百分之三 特别是特斯拉跌幅更重刹 百分之八点五四 特斯拉当天宣布要调高 美国所有车款的售价 是今年以来第三度涨价 涨幅最高的是Model X 双马达四轮驱动车 现在要价超过十二万美元 一口气涨了六千美元 折合新台币近十八万元 特斯拉没有说明具体涨价原因 但上修售价还是反映供应链危机还没解除 关键原物料的价格飙涨 能源市场同样殷勤不定 美国十六号又针对伊朗企业实施制裁 试图施压德黑兰要恢复核协议 能源市场仍担心供应不足 西德州和布兰特元 由十六号都反转上涨 国际局势重感冒 金融商品也跟着打喷嚏 新新闻落营周成为报道